来咯,我的猪猪花友,这次给大家带来一颗自根蓝白皮银冠玉分享 银冠玉属于是乌与玉鼠的其中一个品种 它丰富多变的油形是最大的特点 在我看来,银冠玉的油主要还是分三个方向 分别是菱形四边形油,五六边形油,不成形油 而这一颗就是非常标准款的五六边形油银冠玉 大家可以仔细观察包裹锚点的线条 都是呈现六边形的 而且,它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螺旋趋势 除此以外,蓝白色的皮色也是这颗球球最大的特点 我个人是很喜欢蓝白皮的 当然啦,青绿皮也是很有活力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颗自根的球球 下面,我们将分环节对这颗球球进行介绍 尺寸测量环节 球球直径为6.9厘米 整株高度为8.2厘米 根系部分长度为3.7厘米 参照物对比环节 大家可以看左侧330毫升可乐 则是侧面尺寸参照对比 重量测量环节 球体重143克 参照对比可乐重357.1克 皮色还原环节 大家可以看左侧达芬奇校色版 这颗球球是肉眼可见的蓝白皮色 总的来说,我个人觉得这颗球球的主要卖点有 标准款的六边形油 蓝白的皮色 明显的螺旋趋势 金毛特性 以达到开花兽粉的成年球体 虽然说是自根球 但是根系活性很好的 说到根系 大家看 这是球球刚刚回来时候的状态 因为它已经是成年球了 所以底部会出现这种老化吸收 底部这些干化的油 后面就会形成它的筋 大家可以看到 在底部的根系是非常茂密的 我对根系进行了修剪和杀菌处理 这是现在根系的情况 亮多几天就可以上盆重了 好了 下面请跟逊我的镜头 一起去欣赏它的美吧 好了 本期性感猪猪 再先分享到这里 就全部结束了 同样对球球感兴趣的花友 欢迎评论互动哈 我是住在海边的猪猪 我们下期再见 爱你猪猪 我说过来 我们下期再见